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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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武功又喝了毒酒 是如何走出药石谷那片毒雾的 正是那杯毒酒 化解了桥上的毒雾 师父用心良苦 不过是为了考验离别者的决心 若那日我爬着出来 身上的毒酒 便会让我毒发而亡 正因为我站着走出 反而还走出了一条生路了 愣公主真是用心良苦啊 你既然已经离开了药师宫 为什么偏偏来金山寺找我 今日天高气爽 我有心寻个清静之地 独自静一静 能看上你们金山寺 是你们的福气啊 少来这趟 我们这座小寺 可招待不起药师公的工商 许师主 请回吧 既然贵宝寺不方便 那我许轩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这是你所欠我的银两 请尽快地交出来 我还要下山投诉呢 金针石五根 汤药八斧 看诊四死 再加上你踢坏了若干腹桌椅 总计嘛 也就十几两银子罢了 我没钱啊 没钱 你干什么去啊 我去账房找静心师傅 把你欠我的银两都收了 只要不提钱 万事好商量 你住下便是 你在金山寺的所有开销 我都包了 全当抵这张债条吧 那我可要好好考虑考虑了 毕竟是白花花的现银嘛 这条没有了 你不住也得住 既然齐少侠如此地有诚意 那我就勉强接受了 又多来了个吃鲜饭的 你既然离开了钥匙宫 为什么不去找白姑娘 她为了你的事情四处奔走 齐少 你之前当哑巴的时间 是否太短了 许施主 请注意自己的言行 许施主 我不打凡人 你们金山寺 是否还给人剔都 干吗 你要出家啊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我弟弟是什么人 我最清楚不过了 他 他绝对不是什么 报恩负义之徒 他离开钥匙宫 那是因为迫不得已 那是因为 因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你说呀 说给大家听听 到底为什么 你说呀 大家街坊邻居啊 谁不知道啊 冷宁姑娘为了你弟 他们是整天忙里忙外 好不容易 替你弟弟洗刷冤屈 他倒好啊 无情无义 悔昏判施 甩手就走了 你们说 这种人是不是 忘恩负义之徒啊 你这些乱七八糟的话 从哪儿听来的 哪儿听来的 正所谓是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这种事情还用去打听吗 我 王三年啊 消息灵通着呢 我早就知道了我 原来 四处嚼舌根的人 是你 我没有嚼舌根子 我这是未明除害 我要让街坊邻居们 大家都知道 他弟弟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整个临安城 都没有人敢找他弟弟许轩看病了 大家都惶恐啊 在谈论 千万不能让女儿啊 嫁给像他弟弟那种人 你们知道吗 知道吗 我跟你们说啊 这些流言蜚语 果然都是你造出来的 我才没有说流言蜚语呢 我跟你们大家说啊 他弟弟真的是 真的是那种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 我让你胡说八道 好你个许笑容啊 你就是个仆妇 大家快来看一看啊 他弟弟是个王府一支徒 他就是个仆妇 你们千万不能找他宝梅来 造谣 我跟你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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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怕谁啊 姐姐 您先喝完这杯茶再说吧 白姑娘的这碗茶 我怕是喝不起了 你不喝 我来喝 烫死我了 这个最怕他了 姐姐 我们家许轩啊 名声算是全给毁了 现在临安城 全都是他的风言风语 许轩 离开了药师宫 以后啊 恐怕连虎口都困呢 不会的 姐姐 许轩艺术高明 他会自立门户的 你真的是太年轻了 我 年轻 就你那点阅历 你能看得懂人心吗 许轩现在叫虎落平阳 谁不想往他身上踩两脚啊 就他那臭脾气 连解释都懒得 姐姐 我来就是为了此事的 我想跟许轩见一面 为他澄清真相 我还想去帮忙呢 他躲进金山寺 谁都不见 真是丑死我了 他去见齐霄了 小白 小白 他躲那么远 是不是不想见你啊 嘘 姐姐 那你可知道 他进入金山寺 所为何事啊 他什么话都没说 一言不发就走了 不会 不会 他看破红尘 他算 他算 剃度出家了吧 这 这可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他绝对不能出家 我们得想办法帮他 客官 您的菜已经上齐了 不知哪位结账啊 小青 这些都是你点的 你们慢慢吃吧 我 我得想想办法去 姐姐 姐姐 留步 姐姐 我们 我们 我们身上没带银两 没带银两 没带银两 你点那么多吃的干什么 开什么玩笑 还说帮忙 姐姐 你呀 小白 你发什么呆啊 我不是用石头 变成银两 把账给买了吗 你怎么还愁眉不展的 徐轩的姐姐说得对 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烦人 诸事烦心 这银两问题啊 就是第一道难关 说起来那个奇香 把我的财路给断了 不让我受别人的贡品 你可不知道啊 以前山中有很多富商 金银珠宝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无义之财 取之无道 有商天河知道吗 知道了 我想帮许萱 就得另凭西境 找一条正路来生财 嗯 其实之前 奇香也这么说 他让我把山中的药材 拿出去卖 可是我折腾了好久 也没转到什么目 总算天吾君人之路 主上 计划终于成功了 对了 自许萱离开后 钥匙宫再无 弃杀命格镇压 此处灵器 尽数为主上所用 你可查探到 下一处结界在哪儿吗 属下正要来 禀告此事 已经查明 就在城外竹林 只是 此处结界有些古怪 进入之后 妖力四被克制 属下也看不分明 这子萱 毕竟是当年 九重天第一人 以他所能力 也并不为奇 你带路 我亲自动手 来 果然是这里 你去传递消息 就说现在妖界横行 而此处的竹林 能够除妖 将这里给我变成 香火鼎盛之处 属下明白 一并排泄小妖 在城中动作 定能有效 是才 我已经控制了 此地的灵气 但若想完全破除结界 我们还需要一位 老朋友的帮忙 你怎么不吃啊 吃什么吃啊 最近连捉妖的生意 都被人抢光了 你还在捉妖啊 我的梦想 是抓遍世上所有的妖怪 成为一代宗师 我看你跟小青的交情 都不错 还以为你是金盆洗手了呢 你别跟我提他 最近城中 捉妖的告示巨增 本以为能赚他一笔 却不了被他们姐妹二人 抢了仙剑 秦山寺历死已久 也就不在乎 这些成就了吧 你有所不知 最近寺中的香火极少 那百姓们都说要去 去什么 城外紫竹林 那紫竹林不就是一片 普通的树林吗 连个庙也都没有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拜的 既然如此 不如直接去看一看得了 或许这神仙 就住在里面也未必 一只妖 还学着人捉妖 吃饱了撑呢 你说 她不会也去主妖了吧 不对啊 许轩不会供奉 连这老母鸡都打不过 我得去保护她 沈君 你从哪儿弄来的 当然是王三娘孝敬的 谁让她说许轩不好的 我们呀 就装个腰弄个鬼 吓死她 善君 我们本来就是妖 根本就不用装 好了好了 我们这样做 是希望她们可以心存善念 顺便收点钱 原来周妖的生意 都是被你们抢的 你 红心的寺 你并非无动于衷 设下那个考验 便是为了惩罚冷宁 而你离开钥匙宫 就是心存愧疚 这么看来 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愚钝 而且那日在钥匙宫 你拂袖离开 也是因为我误会你在先 对吧 在你心中 我就这么小心眼啊 不是的 虽然你这个人 有仇必报 自诛必教 但你这个人不小心眼的 辞出必教 所以你记仇是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被人误解以后 难免心里会生气啊 那你和小青 为什么利用捉妖来敛财呢 其实 我去找你姐姐商量过了 我们一直认为 还是应该先筹一笔银子 帮你开一间医药馆 才是最重要的事呢 你知不知道 这样反而害了小青啊 当初红心之所以被人误会 无处解释 就是因为大家都害怕妖 认为妖 会伤人害命 这个当时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你们这样四处捣乱 正好坐实了妖的罪名 小青本来就是妖 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 难道你们都没有 为他们考虑过吗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不过近来有一件怪事 林安城有很多妖怪 无故地去伤人 但是我发誓 绝对不是小青指使的 我怀疑这背后 肯定还有其他的妖在作怪 妖不会无缘无故地伤人的 妖行事必定有什么理由 你 你不怕妖吗 你也不讨厌妖吗 在我眼里众生平等 即便妖也不离完 对不及其她的利害 你这代玩家就能够离完 那是什么 我这是不讨厌妖的 这份的 你不讨厌妖的 我事不是 虽然我 你不讨厌妖的 你至于你的事 我现在就去 你还要不要 我讨厌妖的 说你 又来到你 我可以以自己的能力 重新在连安城开启药馆 你对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 不 我对你有信心 可是外面的人 开始对你已经流言蜚语了 他们对你也有偏见了 你就不该擅作主张 开医馆直接之前 我自有定夺 难道我又做错了吗 这回 即便你落泪 我也不会回头了 你如果懂我 便一定会知道 我是不想让你担心 之所以今天对你很 是不想让你看到我狼狈的样子 等我在连安立了座 就给你一个教导 你不是说什么吗 你只能看见你吗 你不想让我做什么事 你不想让我做什么事 我希望你能做什么事 我会想让你做什么事 你不想让我做什么事 每天都要做什么事 偶尔来 靠着仇妖招摇撞骗 什么叫招摇撞骗呀 我们只是拿那些为父不仁之仁的钱财 这叫劫富济贫 懂不懂 还敢大言不惭 吕教不改 当真野性难选 这一次 你倒是冤枉我了 这一次的主意呢 是我家小白出的 你要真有本事 招小白呀 不可能 白姑娘为人正直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那个为父不仁的钱老爷 前几天不是听了告示吗 结果我们去一看 他霸占别人的农田 让当地的小妖无家可归 所以 你们就想到了这个 既能敛财 又能教训恶人的生财之道 什么叫敛财那么难听啊 我们只是拿他们的钱财 给他们一点教训而已 啊 看你最近面黄肌瘦 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了吧 是不是特别羡慕我们这种每天 大鱼大肉的腰啊 白姑娘机敏过人 与你高下立判 如此一来 总好为你们为了钱 四处打杂拐骗 你 过分了 同一件事情 小白做就是对的 我做就是错的 你心也太偏了吧 人妖殊途 你怎么能和白姑娘相提并论 我打死你 恐怕 最近金山寺的日子不好过吧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紫竹林现在比你们灵验 所以 紫竹林也是你们搞出来的名堂 这可跟我们没关系 紫竹林里 一光分成 定是有真仙 是真有神仙 还是有人装神弄鬼 我们去一探便知 啊 我们 你是在邀请我 同你一起前去 哎 本山君赏你的香油钱 莫不是不敢看我 害羞了 那本山君 就勉为其难地 给你走一趟吧 可好啊 随便你 哎 这年头 还是钱好使 哎 真是没想到 鼎鼎大名的奇大法师 你还不如几根破竹子呢 小白 我看 这也没什么不同嘛 嗯 我看了下 四周便没有什么药气 而且在这竹林当中 也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嗯 不过是普通的竹子罢了 哪儿来什么紫气 什么祥瑞 喂 我可是亲眼见到的 那天我正巧来此处 这里的竹叶 突然间变成了紫色 好看极了 就是那里 隐隐有祥云飞天的样子 就你那眼神 一贯不好 做不得真 对 我就是眼神不好 不然 怎么会认为你是个好人 哎 好了好了小青 嗯 我看这几日 你还守在这里比较好 此事 奇怪得很 怎么不会是凑巧的 对不对 嗯 包在我身上 嗯 白姑娘 若有事要帮忙 请尽管跟我说 嗯 许萱日待在金山寺中 白痴白痴的 白痴之日一副悠闲模样 我待在她身边 只觉得火大 倒不如 出来做些实事 那你也应该待在里面 算上你 白痴白痴 正好一顿 以她的性格 应该是在筹谋些什么吧 白姑娘请放心 金山寺若有什么情况 我一定会告知于你 嗯 那我们走吧 嗯 我先走了 他们走了 是 他们并未有任何发现 这里果然就是 第三处结界 只是这木结界 和以往有些不同 这里的灵气 眼于生机之下 不易察觉 还能辟邪除药 可若是如此 我们的人 很难在灵气之中 破除结界 我这几日坐镇在此 已将这里的灵气逐一化解 但若是想要完全消除 破除结界 还需要许轩的血 方能催动法术 你身为龙子 却把自己活成如今这副国样 不可谓是不凄惨的 你若是再不听我的劝告 你若是再不听我的劝告 小心你 神魂俱灭 是你传我炼化肉身之法 如今却是毫无进展 就连我的神智也开始渐渐恍惚 展皇 你是不是想算计于我 你本就不是妖身 你本就不是妖身 这法子与你而言 本就是事倍功半 今日我换你来 就是为了你的肉身 有来有往 方是合作 也是时候 轮到你为我做点事情了 你有何打算 把许轩引到此地 该轮到你出手了 这个就是你说的无价之宝啊 所以 你当真打算 让临安城的所有百姓 都来竞标这支 薄薄的书信吗 没错 好 只有中标者 才可以查阅信中的内容 你不会是疯了吧 你刚被钥匙工赶出来 身败名裂 你觉得临安城会有人 买你这纸破信吗 我让你去 自然有我自己的道理 你这个鱼目脑袋呀 不需要知道为什么 许时中 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行 你不许时 这可是我的地盘 我说了算 你最好找人看好这封书信 不然它丢了 毁了 这笔账 我可都算在你头上 你不会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你不许时 齐少侠既然对信中内容 这么感兴趣 大可以现在就出价竞标了 我 并不是很感兴趣 你就将消息放出去 安心等着就可以了 好啊 不管有没有人竞标 事成之后 分五十两消息传递费给我 如果有人竞标 所得的标额 分我一半 我都会有什么 成交 成交 大小姐 你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信中内容无人知晓 却要大家一起竞标 师兄这卖的 到底是什么关子 现在连安府内 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 虽然尚无人出嫁 可这信里到底写着什么 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啊 你在担心她 大小姐 工上她 不 徐大夫 徐大夫 她虽然已经离开钥匙宫 可她毕竟是同门 这么多年受她照顾 我是真心为她担心 希望她能平安 小白 你每天都来金山寺 不就是为了见许萱吗 那 这寺庙又不是她开的 你进去不就能见到她了吗 她不愿见我 就算进去也是枉人 哎呀 小白 要不现在我就陪你闯进去 逼她现身 犯了错误怎么了 就得罪肝万死 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啊 如今 你可懂我了 我是想帮你啊 我许萱 从来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 我可以以自己的能力 重新在连安城开启妖怪 你对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吗 我想明白了 小白 你明白什么了呀 这一次 我总团知道了许萱的心思 我怎么听不明白你在讲什么呀 小晴 我要见许萱 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忙 这世道真的是变了 妖怪遍地都是 不但杀人 还四处作乱 现在啊 连离安府都不太平了 我们家公府 都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 那真是辛苦姐夫了 你可不知道 现在 连金山寺都不太平了 师兄不是正巧介入金山寺 难道有什么怪事发生 自从他写了那封什么密信之后 这怪事 从来就没断过 这几日 姐姐可曾见过师兄 是否知道他信中秘密 自从他离开药师宫 就再也没有回家 自从他离开药师宫 进了金山寺啊 更是闭门谢客 谁都不见 这个没良心的 这可没良心的 那姐姐你说的怪事是指 你真的不知道吗 你真的不知道吗 我一直都在药师宫中 山下的事自然无从得知 我跟你说啊 最近金山寺 来了一条灵蛇 日夜缠绕在那封信周围 不许任何人靠近 是什么样的蛇 听说那条蛇极有灵性 通体血败 自从他出现之后啊 竞标求信的人越来越多 都说天生异象 信中啊 必定另藏天机 白蛇 说 从哪里弄的白蛇 装模作样 你才装模作样呢 鬼鬼祟祟 说 是不是你同伙 到底从哪儿来的 你想知道啊 就不告诉你了 我不想知道 你 当初在药师宫 我曾经医治过这条白蛇 没想到 他看上去蠢蠢笨笨的 竟然还回了保恩了 连样子都变了 的确很有灵性 我们蛇都是很有灵性的 他看起来不聪明 其实天赋很高的 只要不像你 胡乱修炼成经 到处捣乱 就谢天谢地了 你以为成经那么容易啊 你胡乱修炼一个给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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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鑫 白姑娘她 小白不认识这条蛇 你连真的没见过 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 你慌什么 就怪你吓我 我怎么吓你了 你自己有蛇脸还怕人吓 我跟你说坏了吗 你说了 你问她 小鑫 你天天窝在我这边 白姑娘岂不是孤身一人啊 小白现在特别好 我就在这儿待着了 小白蛇 多亏了你 那封信啊 都飙到天价了 同样是蛇 你比有些蛇 可有用多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人蛇手受不尽 大小姐 大小姐找我前来 是否有要事相伤 确实有事要断阳宗出手 只不过此事不宜外传 我思前想后斟酌再三 还是与你一同商议最为可靠 如此谨慎 难道是与要事工有关 想必师兄已经听说 许萱在金山寺留书竞标一事 我至今不敢相信 他竟会自甘堕落 这么说确有此事了 那大家今乡出价 难道喂的就是那条白蛇 灵蛇出现 确实引来不少议论 但更重要是 信中的内容 你不要忘了 他出身断阳宗 曾是你我的工商 你的意思是 江湖中人纷纷议论 许萱离京叛道 既然能够叛离要事工 那么为求异己之荣 也就不难做出 出卖尸门的行径 所以我猜测 信中所述 多半是钥匙宫内 密而不传的独门药术 极有可能 与毒经有关 毒经是段阳宗的 历生根本 实乃钥匙宫不传之密 他若真的将此事 输于信中 便是对钥匙宫最大的威胁 还有一事 我一直不敢告诉师妹 是怕你难受 师兄但说无妨 自从许萱离开以后 江湖中到处都是流言 说师妹的医术远不及许萱 龙家的牌匾恐后继无人 那既然如此 我便不能做事不理了 不管心中的内容是什么 绝对不能落入外人之手 师妹也想去凑热闹 不 我要你暗中派段阳宗的弟子去金山死 夺信战争 勇绝后患 这不是正派所为 有损药师公门风 既然如此我别无选择 要是毒经传了出去 那药师公如何自保 段阳宗又如何自处 师兄 你不会真的想眼睁睁地看着药师公 就此终末吧 当然不是 但此事绝非没有挽留的余地 我们可以找 师兄 你别忘了 现在我 才是药师公的主人 得拦住他们 不能让他们进去 咱们在寺内使不出法术 他们人太多了 小白在里面 不能退 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 你小心点 这些人厉害得很 少侠 寺庙面前 我们无法使用法力 你待在我身后 有我在 不需要你动手 神轩 你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 我的心 普通普通地跳啊 快撤 快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胆子那么小 还得我帮你 你平时那么缺德 一定有不少仇家吧 现在他们都找上门来了 你打算怎么办 看来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了 他们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警告你 我们金山寺 不收留蛇鼠之位 是吗 那小青 就是怎么回事 我记得你来的 岁月一抹白头 粘在指尖过程一缕游 思念反复熬住记忆的愁 用时间围着火候 旧城有旅行流 旧梦人在故城夜半游走 雨光中倒映着你的回眸 锁成眉头的轴 数六年 看天上与人间 爱难远 沧海变桑田 灭了主演 该怎么翻阅往事的情节 断了掌心的曲线 数六年 会此次眷恋 再重写 这段剧残片 为青春远 千年的独白 爱将悲欢世间 化作云烟 流连着流年 这千年不过云烟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